美国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了 而为了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南加州瑞航德学院是开设了汽车技术专业 也成功的把专业升级到了四年制的学士学位 美国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人力市场也是供不应求 为了满足行业上的需要 Real Honda College开设了汽车技术专业 最近这个专业更是获得了加州社区学院理事会的批准 确认升级为四年制的学士学位计划 今天学校特别召开的记者发布会 对学位设计和开设时间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我们学校是两年制的学位 我们今年可以开始四年制的学位 这四年制的学位是在汽车维修跟汽车管理这一方面 我们是Saint Gabriel唯一社区学院 可以发给四年制的学位 我们学校还是在Saint Gabriel Valley 唯一的Community College offer Pathway to Law School 就是学生在我们学校拿了两年的课程 然后转到四年的大学 然后拿最后两年的课程 以后就可以比较容易进去六个法学院 在加州的法学院 而且都是蛮出名的法学院 像UCSF UCL Irvine USC Santa Correta 作为少数女华裔校长之一 潘子玉一直以来都重视教育公平和全面发展学生 用27年辛勤的汗水为学生们铺垫了扎实的职业道路 近几年Real Honda社区学院的学生成绩斐然 近期有25名同学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NASA 颁发的社区学院奖学金 首批参加的12名学生已经参加了NASA组织的网络研讨会 并开始了科技学习的旅程 关于学校开设项目的具体信息 您可以登陆官网进行详细查询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